我現在有點腦筋,一天空白 所以我要打開我的大槍 來看我想說什麼 首先,為什麼我帶這個包包上台 是因為上半年我去巡演的時候 這是我第一次做周邊賞品 然後我就跟我的歌迷說 如果我有機會站在這個台上 我要拿這個包包上來裝獎盃 謝謝 很多時候我是一個唱歌的人 然後所以當被邀請要變成一個歌者的時候 我在想如果不是一個創作歌手 我是不是適合站在這裡 我是不是可以詮釋這個角色 但我遇到李卓雄老師他跟我說 請你去做你會做的事情 請繼續唱歌 然後我遇到我的團隊 其後音樂 小苗、梓偉、劍齊 Wendy、賀內、古琴 遇到這些人 然後我的唱片公司 和樂音樂 我遇到很多很好很好的人 他們在後面推了我一把 不然我現在不會站在這裡 我曾在 我是你留下的禮物 禮物的一部分成為了我 你活過 我歌唱著 和所有想念穿過 謝謝你 你還在 我你還在 也許我能問問你 我該怎麼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